今天细说老地名要来介绍新电区龟山这个地名的由来 龟山从字意上来看 就是因为形状像乌龟所以取名为龟山 而在龟山呢有一项相当重要的建设 就是龟山第一发电所 龟山发电所和龟山的发展有什么关系呢 马上来看我们的报道 新电区龟山里位于台北盆地的东南方 是新电区与乌来区交界最南端的一个里 南世西与北世西在此处交汇 四周更有群山环抱造就优美景致 而龟山这个地名的由来主要是和地形有关 现在我站的后面是龟山的土地公庙 那么这个土地公庙有一个小山丘 这个小山丘就是龟山地名的由来 这个山头呢就是你从高山往下望 后面的这座山就是一个龟头 然后你在往后面走到文山茶厂就是龟背 然后再往后走呢 到了这个台电训练所就是龟的尾巴 那么整个地形看起来像一只龟 所以就把这个地方取名为龟山 日志早期这里仍被称为藩地 龟山的龟头有一座土地公庙 兴建于昭和七年 土地公庙的建庙石碑就见证了地方的开发 与历史的变迁 昭和七年也就是1932年那个年代 它上面的落款的行政区的名称呢 是文山郡龟山 那么也就是龟山同番地 在1922年化成一般的行政区以后 第一个第一次出现在一个具体的公开的一个名称 而龟山的开发跟日本人土仓龙次郎 有很密切的关系 明治32年 土仓获得台湾总督府核准 在南世西双西口及屋来进行造林 1903年 土仓更推动了台湾第一座水利发电厂 龟山第一发电所的兴建 陆续引进外来人口 龟山因此逐渐发展起来 在土地公庙的捐献石碑上 还有第一发电所员工捐献的记录 而且名列第一 由此可见 龟山发电所在日治时期的重要地位 它上面捐献的第一个名字呢 就是第一发电所 一同五元 它的金额虽然不大 但是重要的就是第一发电所 这一个名称 所谓第一发电所 就是刚刚 龟山水利发电厂成立的时候 它的名称就叫做第一发电所 龟山发电所在1905年7月完成送电 台北成为台湾第一个有电灯的城市 让台湾进入崭新的电力时代 1943年 龟山发电所停止运转 2012年3月 龟山电所因为厂房老旧突然倒塌 如今只剩下斑驳破损墙面 另外在南世西河床 也还有龟山电所遗留下的饮水工程 这个红吸管是龟山电厂 从刚才那个燃水坝 经过树子园的峻道 然后从这边经过这个红吸管 送到龟山这边 这个已经1905年 所以已经超过一百年了 因为龟山电厂已经废址 没有作用 所以这个红吸管也变成获胜 那这个是在台湾第一座 利用红吸现象的一个水管 据说它还比日本的所有的红吸管 还历史悠久 龟山发电所是从宿子园煮水坝取水 宿子园是上龟山桥到新田屋来边界复兴隧道的这个区域 地势较为平坦 过去是原住民居住的地方 宿子园呢 台语叫做切嘎横 那他们那个当地的据说是原住民曾经在这边种小米的关系 后来龟山电厂的那个骏道就沿着宿子园 然后一直到龟山老街 龟山老街是龟山最热闹的地方 位于新乌鲁上 原本老街是叫做龟山路 刚才提过的发电厂的骏道 经过红吸管之后就走这个街 沿着这个街一直到电厂 后来加上那个山井的茶厂 那慢慢就沿着这条马渡的两边 住家就渐渐多起来 就成为龟山的老街 它的中心 社区的中心地位 1980年代 整个新店东南地区的南北世西 被划定为水源特定区 禁止开发 龟山的发展大为受限 青山绿水因此保留 却也成为无法繁荣的边陲之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